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OK仔 跟大家說說內地新聞 內地新聞有什麼猛料呢 國泰風波事件竟然上升到抖音 竟然有人無形舉報者 現在玩得這麼大 好像威風一樣 這件事件 想不到來騙錢 你說多少人在上面賺錢 會不會嚴刑拘捕了他呢 這件風波 泰國風波成為內地熱手 其中一個標題就是寫著 營收七成來自中國 即是說國泰利潤有七成 是我們中國內地來給你的 你應該爭而重之 很多網民來勇去李家超 說些什麼 稍後跟大家跟進一下 另外有位 這個都很震撼 我覺得是不是真還是假呢 有位抖音直播主在直播途中 就說被人砍掉了對手 這件事件我們都研究過 我跟五仔私底下都說 是真還是假 有沒有這麼誇張 究竟實況是怎樣呢 一會兒跟大家研究一下 另外亦都跟大家研究一下 現在除了國泰風波 連同 薰達 我們喝的薰達橙汁 都涉嫌辱華 不是吧 橙汁都可以辱華 怎樣辱華呢 還有一會兒 五十幾歲的婦人 輕順抗癌針 又被人研究了 研究了什麼呢 一會兒跟大家直擊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一下 這麼誇張 這麼多新聞 先說什麼呢 先說國泰風波 這件事件還有很多後續 因為始終 首先 跟大家看一看 就說 現在國泰涉嫌歧視風波 大量乘客增傷爆料 就說 勞轟對國人冷漠 對白人熱情 這些當然是會 spin 我也說了 唉 實會是這樣的 那個風向一定是會這樣 一定是質疑你一樣 打你這一樣的 你現在看到有很多名國泰航空乘客群起指出 就有國泰空中服務員 對內地老人只說英文 不說普通話 不就是 嗯 這些位置 真是質疑你沒得說話 他說 專對內地人冷漠 對白人的熱情 其實都習慣了 坐國泰一向都是這樣的 這些事件 就很多內地的網民 連續在網上 就講述了自己坐國泰航空上面 遇到的歧視的情況 其中有一位來自北京的劉生 就說到 不知道是劉生還是劉小姐 就說自己是旅遊業者 整天都在香港做中轉的 大部分時間坐國泰 坐的是商務艙 堅持用普通話回覆 他直言國泰空中服務員 對於一些非英語的乘客 歧視 是一向都有的了 這麼多年 他們都感受到 那種冷漠 就是 你總之你不是說英文的話 他對你那種 態度都是冷冰冰的 原來劉先生 就說提及到 空中服務員 會優先處理一些外國的乘客 就說 有先後次序 就說內地客會慢些 雖然沒有歧視 但是 會逼到你發瘋的那種地步 而說到他們是非常之厲害 對於一些你不友善 對你不友善的那種赤道 是很懂得拿捏的 即是怎樣呢 他又不會說不理你 但是他就剛剛好 遇著你快要瘋了 那一刻他才會理你 哇 這樣 他說今天這件事 就是國泰這件事 是有點熱度的 那可能 商務艙的客服會比較收斂 不過呢 人家的態度 一向都如常的 那更加有位傲先生 來自上海的 他說在香港轉機 由日本東京 去到香港 感覺上面都不舒服的了 那他說放行李的時候 空姐要我 抱著 Upright 什麼 抱著包 Upright 即是動起來 他說他聽不清楚 就呱一呱 他說 哦 你說 Upright 這樣 然後他就被空姐反白眼 然後空姐就說 等我來 等我來 他說很不耐煩 說了兩次 同時間叫我走一邊 但是後面那位白人 都不懂得放我包 空姐就扑到過去 幫忙 隔隔聲 讓人感覺上 哇 你看到白人就這樣 對著自己有就這樣 所以 很多 很多網上的例子 所以你說 還不是打落水狗 是啊 那更加 說到說 營收七成來自中國成熱手 大量網民 現在就去李家超的微博 就麻煩 政府 你收回你的補貼 你說 厲害嗎 厲害 當然厲害 這件事 原來 說到內地網民 這個營收在微博熱手 根據鳳凰網的報道 雖然國泰航空定位是國際航空 但是一半 以上的營收來自中國 從歷史資料能夠感受得到 國泰航空近年快速穩定發展 那就是靠中國 就說 好像2022年年報當中 有67.51% 來自 中國 香港 台灣 和內地 所以 你 你真是 不喝水 思緣 中國幫你這麼多 你現在這樣 服務員 歧視內地 真的不行 更加 這一位 抖音直播主 竟然 冒充是舉報者開直播 他又威威吃雞 那怎麼樣 這位 自認說是舉報者 那他是不是真蘇還是假牙 我們一起和大家研究一下 這位 被 名字叫白金大叔 那IP屬於廣東的 那在 禮拜二晚就開直播 就說了 就是這件事的舉報人 男子 廖先生 就在直播當中聲稱 他說事後 國泰航空第一時間發郵件向他道歉 並且詢問細節 廖先生就說到 歧視不止 單三個人 是一班人 他說整個航班都是這種氣氛 這些炒作內容 說到這個直播高峰期 最少有1500人看 還有很多觀眾向直播主發出禮物打賞 更加接近10萬個讚好 好了 咦 好像他是這樣的 但是 說到這位白金大叔直播期間 有觀眾留言 質疑 你這傢伙是不是假裝了魚毛蝦蟹呢 假裝是那個舉報人呢 原來翻查紀錄 這個舉報歧視的鐵文的錄音 最早在小紅書上面出現 那個帳號就叫小紅樹 62755FCA 那個IP就是香港的 而說到這個舉報鐵文在21號發出 鐵文並獲得國泰航空小紅書官方帳號援應 好了 去到23號 這位白金大叔直播期間 有網民在這個小紅書 小紅書 62755FCA的account外面 就貼出了白金大叔的直播畫面截圖 而這個account 小紅書的account就馬上回應了 這個不是我 我只有小紅書一個帳號 而小紅書上面的簡介也都說到 從未接受一家媒體訪問 也都沒有其他平台帳號 所以就著這件事件 有人就覺得這位白金大叔 擺明是無應了 好了 現在說到最後 當然是騙了 這些直播打賞 騙錢 最後抖音 就回應了 就說已經 殺了他 封殺了他 是啊 因為由於這樣 冒認他人 收到大量打賞 就說已經將他封閉 那麼他都大膽了 這些都要抓 是不是 涉嫌炒作 壓流量 內地是很厲害的 另外也跟大家看看 另一個抖音直播 就說到說 封傳 內地 有少年抖音直播主 直播期間 突然之間被一位 黑衣少年 在後面 衝前拿刀狂斬 而兩位穿著白色T的直播主 立即走避 而說到其中一個人 在走路的時候 用手去擋著刀 結果他的手掌 立即被人斬掉 整個手掌 飛了落地 簡直好像門徒裡面 智叔 被人斬掉手掌的畫面 其實這件事 我在不同的社交平台都見過 有很多人說 有沒有這麼誇張 有沒有這麼瘋 開直播 全部都是年輕人 真的很年輕 十幾歲 大無私仰在鏡頭前 扔人家 還要斬掉手掌 這件事件 我剛才也說 我也跟五仔的私底下 都說過 是真的還是假 有幾個疑點 當然 我們首先看網民 網上他們的討論 這段影片 有不同的角度 拍攝出來的版本 由於事發現場 有多少屠人 我估計 應該有些是屠人拍攝 有網民指出 有人在網上 兜售相關的視頻 哇 還可以賣 兩元到五元 哇 兩元到五元 這樣執法 不是吧 蜜蜡三番 亦有鋪影片的網民指出 事發當日是5月23日 地點 地點就是 廈門華天 涉外 職業技術學院 刀手要斬的 其實是被斬者旁邊的少年 兩個人懷疑 在抖音發生口角 被斬者揚言 就說要斬他 斬人者 仍然未滿14歲 如果是真的 在抖音上面出現了 一個 吵架 然後就變成了 真是打架 甚至乎拿人命 這件事官方可能會出聲 好了 除了有斬人的片段 亦也有懷疑被斬掉了手掌的畫面 而說到撤口是清晰可見 非常之血腥 但是包括網民和我們都議論紛紛 究竟真是假呢 很簡單的道理 大家都知道手掌 連腕手腕 連前臂有骨 究竟 那把刀有多鋒利 第一件事 你可以一手 就真的斬了手 你想想 那個要連骨去 如果大家斬雞也知道 劏雞撒鴨 那些經常都說 就算被你剛剛遇著 剛剛都可以在關節位置 落到你也沒理由 那麼齊齊 第二件事就是 你如果真的斬掉 我當你真的斬掉 為什麼沒有血 還有 原來有網民發現了一個奇怪的情況 就是被斬掉手掌 那位年輕人 肩暴如飛 所以有人就覺得 是不是假的 肩暴如飛 因為你始終斬掉手 你流血很厲害 第二件事就是 你會很痛 我覺得 如果你在電光火石之間 那麼快切斷了的話 神經那種痛 未必那麼快上到來 但是 某程度上 我也覺得是質疑 一樣是假的 因為還有一幅相 就是 有人拍了一幅相 他是上了救護車 那 就包著手 那 沒有血 是啊 一滴血都沒有 那 這件事件 有人就覺得 是不是真的斬掉 這件事件 我們一起和大家看一下 因為畫面過度經歷 那麼 當時 有網民就覺得 是直播主 發生的惡作劇 那麼 因為有網民 在直播期間 不斷大笑 那麼 那麼 後來 有人質疑 是不是拍攝道具 但是 原來 從畫面 看得到 上到去醫院 那些治療 我都開頭 是不是假的 那 廈門當地公安局發出通報 說收到有人接報 被人斬傷 隨即到現場處理 經過調查 嫌疑人姓羅 因為和石某和葉某 在網絡平台發生口角 深深不滿而犯案 受害人分別被斬傷 被斬傷搜捕和被捕 經過送院之後 沒有生命危險 而犯案者 從外地 從七拿歸案 那麼 這件事件是真的 真的 不是假的 最初我都質疑 是不是真的這麼瘋 原來真的這麼瘋 Oh my God Oh shit 所以 究竟這位年輕人用什麼 都可以一手放進去 不清楚 亦都不質疑 等內地官方再公佈一些詳情 所以 有時候這些新聞真的嚇死你 那 有什麼大仇口要斬人家的手呢 另外 跟大家跟進一下 一位五十歲的婦人 五十多歲的婦人 竟然 輕信一些騙徒 就說 我有抗癌針 不如 你們買來試試 唉 真是誇張 這些事件都不是第一單 為何還有人這麼會相信呢 那 在浙江 杭州 有一位五十多歲的 劉女士 就經過養生會介紹 花了二十一萬人民幣 買了一支抗癌針 就說 你打了這支抗癌針 就可以抵抗多種癌病 後來警方破案之後 就 罪犯嫌疑人指出 我這支抗癌針 厲害了 可樂 還要走了一些氣 走了一些二氧化碳的可樂 但是說 怕這位女士打了可樂會出事 最後都是幫女士打了一支空氣 打空氣會死人的 我真的不知道打了什麼給她 後來根據內地傳媒的報道 這位養生所的員工胡某君 就給了一支五十幾歲 這位劉女士的抗癌針 那究竟這支抗癌針 開頭就原價八二萬 說到說 21萬億里 好了 那他們就說 原來 怎樣打空氣 因為原先怕打可樂會出事 就隨便把針頭刺到你的手臂上 沒有打的 沒有動過 然後一會兒拿出來就裝打了 這樣啊 喔 真的這樣也可以 好了 有人就說 喂 你可樂不行 21萬 擠些東西下去 給一支葡萄糖 打下去也可以 不是吧 有些人就說 這些智商稅真的貴 所以 騙徒手法 不是層出不窮 巧不怕救 最重要是仇 大家真的有些事情要了解清楚 如果是 你會不會21萬 在這些 什麼 療養所給你打得到 一定是醫院 好了 另外也和大家看看 現在 流於內地生育率低迷 根據中國 慈善家的消息 就說 今年 婦產建黨基本完成 數據推算 全年出身 新的出身人口 是不足800萬 就說為了爭奪產府資源 現在多間醫院 給產府提供各種優惠服務 有前線員工爆料 過去一天 只有700個嬰兒出生 現在幾個 現在幾天才只有一個 過去 你說死不死 真的差很遠 另外 雖然地方政府 紛紛出招鼓勵生育 但是成效強差人意 有學者建議 補貼最少要幾萬億 幾萬億 香港 炆雞搭車 100億 有人說 你看看內地 政府 為了 鼓勵生育 真的要扔多少錢 都要搞 這件事也是 值得關注 全球都要花錢 這個小 生育的問題 另外 亦都和大家看看 現在說到 內地 出現了 分達 辱華 事件 分達 如何辱華 我也想知道 其實 這件事件 我早就看過 不過 想不到 竟然涉及辱華 其實原先 有很多 內地的網紅 就會拿不同的 產品 舉例 香港的可樂 內地的可樂 世界各地的可樂 很多人都說 不同的地方 都會有不同的口味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配方會 就著當地人的品味 有些人喜歡甜點 有些人沒有那麼甜 他們會調教 所以每個地區的秘道都不一樣 但是根據 中國近期 流行著 分達 汽水的實測影片 有人就覺得 分達 是 辱華 為什麼呢 原來 有網紅測試 拿不同的分達 汽水 不同地區 可能 不知道是不是香港版本 還是哪裏版本 跟內地版本 比較 他們發現 中國的分達汽水 出現了明顯 較多的色素 他們怎麼試呢 就是拿一張吸息的 顏料紙 吸息的紙 所以他們質疑 廠商有差別待遇 覺得 中國汽水 較多化學添加物 而 香港的汽水 又不會像內地汽水 有那麼多添加劑 所以有人就說 這樣對待中國人 算不算辱華 為什麼要拿這麼多添加劑 給中國人喝 擺明是否給中國人 下毒呢 這樣 這樣 就 有人就覺得 其實就不關事 有人就說 因為原來 各國的食物安全標準要求不同 本身中國的標準 和世界各地的標準 比較低 容許食物當中 可以添加較多化學添加物 所以 有人就說 你當外國的企業是傻嗎 這樣去害你中國人 讓你人知道 就不得了 所以 由於 本身覺得 你的法例 就是這樣 別人就這樣做 做些顏色好看 但是 這個就是 食物安全標準的問題 對 有人就覺得 很多美精 內地飲食都是 很多美精 香港也不會 所以 大家的地方 口味不同 就出現了這些問題 所以 這樣也有得 肉華 沒有得 肉 另外 跟大家說 有位 廣東少女 為了減肥 為愛減肥 出現了多個器官衰竭離世 怎樣 根據深圳衛視的報道 有位 今年3月 在深圳市兒童醫院 接到東莞某醫院求助 有一名15歲的少女 因為 嚴重營養不良 呼吸衰竭 已經失去意識 當時 這位 小女孩的父親 跟醫生說 她的女兒 在今年 年初三以來 大概有50 只是喝水 不吃東西 哇 她幹嘛練習 就說 轉院前一個星期 家裡神智不清 緊急送院 上中學的小女孩 的她 身高165公分 但是 只有54磅 哇 你可以想而知她多瘦 很高 165女孩來講 就是比較高 你用高度和重量去計算 其實是超級瘦 然後 根據醫生的檢查發現 這個女孩 已經沒有了自主呼吸 嘴角滲血 甚至乎 瞳孔不大 即是對光的反應 就消失了 意味著 腦幹受損 那 有醫生推這個女孩去做CT的時候 鬥起她 發現到 哇 這麼輕 輕得很誇張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來 她發現到 減肥意識 即是這個女孩有一個減肥意識 就說 吃飯不要油 就懷疑是不是暗亂了一個男孩 所以為了自己的身形 刻意減肥 那就 就著這件事件 就慢慢反覆絕食 甚至乎 昏迷 所以病態 這件事件是病態 那 家人真的有時候如果搞不定 就要找醫生去治療 那另外 講到一件變態的事情 有幾變態呢 根據內地傳媒報導 廈門有一位25歲 黃女士 為了辦理這個健康症 就去了當地醫院 檢查看檢 竟然遇到一個變態醫生 這個變態醫生是怎樣呢 我們一起和大家看看 那 黃女士的男朋友 郭先生 透露 在今年5月19日 女朋友本來去了廈門本地醫院看檢 去到最後一項檢查的時候 遇到體檢部的姓楊 楊 楊醫生 進去看檢室之後 楊醫生 首先 第一件事就是 先反鎖門 要求她女朋友 剝光珠 背脊向牆 你真是大膽 這樣 之後 這位醫生 竟然拿手 就插她女朋友的球 更加插不不止 還用嘴咀 嘩 你這麼狼胎 醫生 嘩 這位黃女士就指出 開頭以為正常乳腺檢查 即是你叫我脫下衣服 你按按按按按也算了 怎料你弄來弄一口 才發現不對路 立即去問其他醫生 不用問 你哪有用嘴檢的 真誇張 好 後來 問其他醫生 告訴你 從來都沒有這件事 這麼變態 是他 你報警吧 於是 這位黃女士就報警了 在DNA報告和警方調查 結論出來之前 這位楊醫生 就不承認做過相關的行為 我哪有絕 直至DNA報告 就說黃女士的私隱部位 的確有這位楊醫生的罪役和子民 你以為我的波子有洗澡又抹過 當然沒有 留一些證據給你 好 後來才承認 現在 就說到 決定處罰 就說判五天 不是 判五天 擺明 這家科 好像是 有少少非禮的行為 專業的 醫生 哪可能這樣 所以 現在說到只有五天 就住這件事件 人們覺得是不夠猴 太輕了 那是不是應該要上訴 就說 現在 男朋友就說 目前跟遠方 和衛健委 進行溝通 看看 怎樣再重罰他 畢竟是專業的 是不是應該要隔扯他 吊銷牌照呢 這個也是要值得商討 好 今集時間說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 好